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 钱子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评论员陈辉文 大家平安 以及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大家平安 两个人中间有一个空位 等一下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我们拭目以待看谁 等一下会加入我们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台中第二选区的 立委的补选战 现在看起来已经正式的开打了 主打在地的严宽恒 现在对上的是空降的林静怡 双方都要赢都输不起 明年的1月9号登场的补选 这个蓝绿对决的气氛 已经是很浓厚了 会有大选的规格吗 我们先来看看两边的参战宣言 我们出门 我们不需要穿帆战衣 我们只要安居乐业 在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知道非常困难 选战还没开打 所有的攻击 所有的污蔑 已经是突天盖地 接踪而至 接下来万箭穿心 取落母虎 原家的对口 不会战不计战 结束港论 在国民党确定了候选人之后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证明给我们看 这一位候选人比之前被他们罢免的陈伯伯委员 以及现在激进跟民进党共推的我这个候选人 相比之下 那个候选人能够有比我们两个更好 你们这个家族跟你四不两立 不把你严加铲除台湾政坛 我不信周 好 你可以看到除了严宽恒汉 林静怡两个人要参选的候选人之外 有一个路人甲 我不知道这样讲适不适合 因为路人甲 周宇寇也在后面 煽风点火吗 还是说这个助阵 我不知道 总之情绪非常的高昂 那看起来他也是这一场选战里头的一个要脚吗 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这一场这个严宽恒宣布要加入补选的这个记者会 你可以看到 应该是说我们台中 所有的这个民进党的 对不起 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大咖 通通到齐了 大家手牵手 包括了在地的卢秀燕市长 以及朱立伦 这是国民党的主席 以及前主席 通通都在场 大家手牵手 是不是能够这个破除外界 过去有一些说法 国民党不团结了 莫名其妙都还没有开始动作 是不是可以破除这些谣言呢 那另外你也可以看到 严清彪他也出现了 因为可以说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严家严清彪 尤其是严清彪 他这个一直是在各个谈话节目里头的重要的人物 可以看到有台铺天盖地的战乱节目 都在讨论严清彪 所以他今天出来讲说 昨天傍晚严家不畏战不惧战 接受挑战 那林静怡的一个回应 除了他说这个要严宽恒证明 能够做得比陈伯威好 以及做得比他自己林静怡好之外 他还讲到一个重点 来这里 他说严宽恒替爸爸处理 欠钱不还很可怜 他就有一点点这个 把这个周虞寇 刚刚其实前一阵子 一直不断在攻击严家 包括严清彪 是不是欠很多钱不还呢 这个部分他又把他做了一个处理 那有人说这个是很酸 就说我同情严宽恒 因为他替他爸爸还债 很可怜 那这个所谓的路人甲 或者是说这一场补选的要角 周虞寇这么大声的呛吓 到底是所谓何来 他图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他帮哪一个方向来助政 助政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们先来看看在地人的看法 因为常常有人说 你台北人 你天龙国的想法 跟我们在地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在地人 我们在台中第二选区 有资深的媒体人帮我们分析 他说他认为 他认为林静怡要赢 恐怕这个距离可能 还要再加加油 为什么 他认为 因为1月9号的补选 离公投非常近 其实不到一个月 公投是12月18号 他认为如果蔡总统 公投一定要赢 一定会号召一批年轻人回去投票 所以年轻人有可能都不用做工作 一直回去投票吗 而且离大学生的期末考也很接近 所以他认为 这个对林静怡很不利 另外他们分析 林静怡是标准的民进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特质其实跟陈柏惟不太一样 知不记得陈柏惟在2018年 他为什么可以当选 在民进党的助威下当选 当然跟那个时候的大选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芒果干 王国干很重的 回去投小英 顺便投陈柏惟一票 还有一个陈柏惟他自己的特质 你说他都讲台语 他的愧靠跟中俄选区 海线的人愧靠 其实有一致 很接近 也就是说他蛮接地气的 可是林静怡恐怕有全国的知名度 但接地气的力量弱 比陈柏惟还弱 像陈柏惟都有一点像隔壁的邻居 会一起来打电动 坐下来打电动的邻居 可是林静怡看起来是有端一个架子 因为是医生 医生感觉是高高在上 这也算是一个迷医脑 大家来看看 这也是充分或者是某种程度解读了 这些意思 在地人分析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知道 陈柏惟在被罢免之后 这个林静怡有去帮他助选 他还说3Q 柏惟是个善良上镜有礼貌爱台湾的年轻人 可是当林静怡要披挂上阵补选的时候 外界说静怡你又是女版的3Q 静怡就说哪有哪有 我不是我才不是 那个感觉有那么一点点 大家揣测一下那个感觉 有一点点是我比较高级 我比较高级 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尤其在林静怡 或者是严宽和也确定出现之后 民进党可以说是全员出动 你可以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台面上的台面下的 或者是侧翼都出来了 苏志芬他说绕了一圈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严家复辟可能真的不远 焦糖哥哥陈家行不断的沾严家的光 或者是沾林静怡的光 要蒸版面吗 他说刚刚看了中国国民党言欢和记者会 而且还故意写这个简体字 候选人表示我们要干净的空气 我认为说的真好简直一巴掌火辣辣的 打在旁边的党主席朱立伦的身上 其实我们看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台装空气不好 难道是朱立伦的责任吗 我们再来看看未来事件交易所 这个通行就是你在选战的时候 由一般的网友或是一般的民众去买 你看好谁你压谁 来看看两边的当选的此消彼长 或是两边当选的这个可能性 我们看看现在此刻 这个严宽恒的当选的 这个压严宽恒会当选的几率是51% 那林静怡的当选几率是50% 稍稍的升上来一下 两个人其实在伯仲之间 而林静怡之所以会被称为女版陈伯薇 当然也是她的敢言 她非常的敢讲话 有时候讲出来的话可能也欠考虑 包括这个网路上也整理出来 林静怡十大金句 怕死人的这个金金句 台北市第一名是台北市群聚感染打疫苗 她批这个就是疫苗叫做事后避孕药 另外很多台中第二选区的人 非常在意的穿防弹衣 才能够选台中市选区 以及她呛网友说 这个要怪你现在当鲁蛇 要怪你爸爸当年没有带套 没有带保险套 所以这个讲话非常的强 来 我们请辉文 这个其实前置你分析一大堆 中选会根本还没登记 登记是下个礼拜 所以只是民进党征召了林静怡 然后国民党严官横出马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说 因为还没有真实登记 所以民众党 或者前置我们看很多选举民 都会有来插花的 比如说我就不会当选 但是我就不想看到 高嘉义跟月延之一对一 我就分个几百票我也高兴那种的 每次选举都会有这样的 插花的这种候选人 国民党他们当然就如同你讲说 因为这些黑派跟红派的要角 通通陪延宽开这个记者会 这个是基本的 这是基本的 国民党如果连这个基本的 表面上的团结都做不到就惨了 而且前置这个红派跟黑派 大团结都不见得会赢 所以大团结是必要的 那严宽恒他的这个表现 我是给他这个按赞 他说我们应该相信民众的智慧 这个就是这个 因为他现在拉票民众的智慧 但是前置如果民众有智慧 蔡英文会连任吗 所以我对民众的智慧 我是比较怀疑的 这个有很多记者问他很多问题 一些质疑 这些质疑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 莫名其妙颇分 可是官员你看严宽恒的回答是什么 他面对这么多的问 问东问歇兽 他就是因为他才是候选人 这个是他爸爸 这是彪哥 他双手核实他什么都不讲 这比选票不是比那个 所以这个选举比选票 不是比什么声量 比什么名量 你最后是比选票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严宽恒在处理非常好 比如说当记者问 因为有彪哥会处理 你就对付像那些 我连名字都不想谈的人 就是由彪哥去处理 真的跟第一线选民接触拉票的 地方服务的延宽很来 那种泼脏水的 负面的 台面下的 他爸爸会处理 你记者一些问 其实记者问 前者我们必须讲 这个就想到2019年总统大选前 很多友台的媒体 他在访问韩国瑜的时候 他都是挖洞 他不是正在问问题 要把你推下去 市长 你在跑行程 你知道高雄在下雨吗 高雄下雨 我有李四川在那里 为什么 难道高雄下雨 我觉得一定得回去吗 那多多是不怀好意的 你看严宽恒他都不回答 谢谢 谢谢 然后他就走了 让彪哥去回答 所以这个模式要去两个月 因为两个月之后投票 1月9号投票 从今天算大概是两个月 就这样的模式 正面的 拉选票有帮助的 炎桓很出马 负面的 会很脏的 彪哥会处理 所以我最后要跟民进党 而且还有这些绿营 我远不讲 你们一直认为延青彪有逼案 你们一直抹黑他 我也不想帮彪哥辩护 我也没办法 但是请你赶快把他抓起来 你猛猛 他不对 他借很多钱 他怎么样 但民进党算帝都这样 民进党 我真的很想请问民进党 你们除了这招没有别招了吗 除了这种奥博之外 你们都不能正面的选吗 你看林静怡昨天的回应 其实我很遗憾 这是我的结论 你连一句祝福都讲不出来吗 人单独说我们希望有个君子之争 你连这种场面话都讲不出来 所以我可以预告大家 后面这两个月是一个很糟糕 很负面而且非常没有 民主风度的选举 所以这个选战两个月 会变得这么的暗黑吗 会变得很糟糕 变得很负面吗 我们刚刚进来的 我们的特别来宾高嘉宇 韦渊 你觉得这个民进党都是这样子吗 骯髒的赢 负面的选举 现在通通都抖出来了 严亲不要有事情 你把他抓起来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期待选举 就是正面的 然后大家能够诉诸政见 然后对于台中第二选区的建设等等 但是实际上从罢免陈柏惟开始 打奥部的 然后负面选举的 其实不是民进党 在整个选战的过程中 陈柏惟过去年少的这些往事 全部都被掀出来 这些事情有没有这么严重 大家可受公平 也就是说他当立委之后的问证 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而不是说他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他现在是不是真的改头换面或什么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讨论 去检验 让子回头等等 如果当初大家是这样检验陈柏惟 今天大家在检验 严清标或严宽额也是一样的标准 就是说当初我们就说这个回力标 你今天怎么检验别人 未来国民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 同样也会被检验 所以这一区的这个回力标 或者是这一区最先负面选举 你认为是他当 所以不是说 罢免的时候检验陈柏惟就不是奥部 那现在回过头来检验 严宽额严清标就是奥部 到底什么是奥部 选举就是这样 大家各出其招各出本事 然后把过去所有的事情 可能都拿出来 但是这不是我们期待看到的负面选举 我们都期待是拿出证件 拿出政策来对决 可是事实上就是说 选举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怎么对别人 别人也怎么对你 那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情 可能都会被一一的掀出来 这个也就是选举过程中 必须经过的这一战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过去可能大家从来 没有对严家的过去去做过检视 都没检视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那这一次可能特别被放大 或者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补选 特别大家比较关注 你也讲个公道话 你台中比我还熟 你重点 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 我们专专来宾发言 过去有吗 就是对于严清标的 你上节目要认真好吗 应该是每一次选举 就是关于他的贷的事情 都会被罪 关于他的贷款的这些事 不是 那标哥被罪几年 他被抹会几年了 我说这个新的这些事情 那哪一件是新的 哪一件是新的不知道是 那都是旧的 你要做功课 那如果是旧的 那就已经被检验过了 那为什么要再讲一遍 那大家就在 那如果是旧的 那就没事就好了 那就公开的说明说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说明清楚 那问题是大家能不能接受 因为从整个过程中 严清标的说明 还有说法拍物 最后在眼眶痕手上 等等的这些过程 这也是事实 不代表说 过去曾经拿出来检验过 就已经没事了 这件事情可能还一直存在着 而大家还是有疑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情没有说清楚 就会一直被拿出来 所以到底是负面选举 还是说我们这个 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 我所有身上全部干干净净 你来检验都没有关系 你来检验到底是奥部 还是说接受选民的检验 因为民进党最擅长 就是负面选举 这个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昨天 严清标标哥在最后的时候 接受完媒体访问 他不是很大声喊人说 接受挑战 我觉得其实还蛮让我们 非常振奋人心 因为他之前被黑好几天了 因为那时候严宽恒 都还没有宣布参选的时候 民进党就带个风向就说 因为严家争议太多了 所以严清严宽恒不敢出来选 他就一直讲 好像说去削弱严宽恒出来选的 一个正当性 就是他怕了 不敢出来 他们黑资料太多了 会出来之后他们家会 会非常惨 粉身碎骨 彪哥没有在怕 你要来 没关系 你抹黑 我就正面迎击 那就是让知识者 有一个定心丸 知道说这个都是抹黑的手法 也不需要怕 所以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说 到时候可以变成一个 正面对决 因为现在林静怡 一直觉得自己很厉害 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样子 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 就说你们国民党 提一个像样的人 你自己是多像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像样 我们很不像样 你看哪有人讲话 是这样子讲的 这样子瞧不起人的 他瞧不起陈柏惟 人家讲说他是女版陈柏惟 你觉得他有瞧不起 陈柏惟的意思吗 当然有 我上次有举过例子 如果有人说我留德华2.0 我去心难接受 那你说 如果你今天他讲到说 他是女版陈柏惟 他说 他就说 绝对没有 你不要夹带自己 但是也没有人这样称赞我 对 我说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很高兴 那怎么会 人家讲女版陈柏惟 如果照道理讲 稍微客套一点的人都会讲说 对 陈柏惟有一些优点 我有 那当然我希望说 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候选人 那稍微 他不是 他说请你注意一下 我们的差异性 就是第一秒 立刻就要把那陈柏惟的标签撕掉 所以陈柏惟哭哭了 因为陈柏惟自己也有讲说 他认为他跟林静怡非常接近 他们内心都非常温柔坚定 外表比较凶一点 可是前子你知道吗 林静怡现在还要靠陈柏惟 林静怡你很不屑陈柏惟 可是你现在要靠陈柏惟 靠陈柏惟什么 你根本不熟中二选区 你还要靠陈柏惟去带你认识路 好不好 带你认识这个阿伯这个阿姆 陈柏惟现在是你恩人 结果你现在把他撇得那么干净 而且林静怡不要不承认 自己是女版陈柏惟 严宽恒宣布参选之后 林静怡说什么 林静怡说 严宽恒投入补选好可怜 这句话谁讲过 这句话陈柏惟讲过类似的 陈柏惟在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他打的诉求就是说让严宽恒自由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严宽恒不想当立委 他只想当公子 所以你们让他自由 让他去当公子 你现在林静怡不是讲一模一样的话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攻击别人 你参选就很正当 别人参选就很可怜 那你不要参选 你凭什么这样讲别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林静怡那种嘴脸 我认为他讨不到什么便宜 他出来就是要教训选民 觉得很高傲 有点高傲 因为他第一届立法委员是不分区 他是被征召的 他其实没有参加过选战 观众朋友 刚刚这个板桥刘德华 特别讲说 特别讲说他还要靠陈柏惟 可是我觉得未必 因为陈柏惟好像对中俄选区 也没有那么熟 对 这是重点 所以严宽恒昨天才会特别讲说 我在这里45年 而且他是用海口腔 那个音我实在学不来 他是用在地的这个海口音 来讲出这一段在地45年 他意思就是说你是前几天才 这个签吾我到这里 你不要对我们在地的人指手画脚 对 签子我很抱歉 因为高嘉宇委员是民进党的立委 他当然要去 这个维护党的立场跟辩护 但他讲的跟事实不符的部分 我还是要做个说明 从陈水扁总统的时代 他就一路要追杀严心标 陈水扁是公开讲说 北中南有三个大咖 南部那个已经枪毙了 北部那个在跑路 中部他讲的就是严心标 你把他讲成这样子 他有跑路吗 他还在开记者会 他有被怎样 有被砰砰也没有 你民进党为什么都不处理 所以刚刚高嘉宇讲的 就是那些側翼那些讲的东西 签子我请问你 你那个钱是昨天借的吗 都很多年纪前的事情 你看 拜託 去他脱小的还被提报制品 我都不太想讲那些很细的东西 但是我请问大家 侯友宜当初不是这样子吗 王如璇不是吗 韩国瑜不是吗 我讲一个最近被判无罪 叫马英九 你民进党选举的时候都是 各种的 他很多弊案 你看有多少绿营的秘密说 马英九会被收押 马英九能够总统做不完 怎么讲一大堆就马英九 到现在一天都没被关过 可是民进党这种负面选举 用了多少的这种奥波 我不去怪高嘉宇 因为他也是这个 共犯结构的一份子 他也无力阻止 但他个人是不是这样选 我认为他不是 可是民进党其他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迟早会被开除党籍 因为他跟民进党格格不入 你其他民进党的人选举 特别像陈伯伟这种 像林静这种的 我跟你预告 他的选战就是非常丑陋的 负面的就前几刚讲的暗黑的 厚波线电的那种 我刚刚讲的彪哥的那些 以前被讲到烂的东西 又要统统摊出来 统统重播一遍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两个月 会看到的选举 是 刚才辉文奇也提醒到 我想到一件事情 2018年的时候 这个县市场选举 那个时候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 就有人说如果韩国瑜选上了 张安乐会当副市长 白狼 白狼对 白狼会当副市长 这件事情也没有发生 不过那个时候影射 或是这样的连结 韩国瑜是黑道 跟黑道走得很近之类 像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铺天盖地已经洒出去了 那当然选民到底有没有智慧 像这个严宽恒说的 要相信民众的智慧 这个我们就要看看 中二选区的民众 到底有没有智慧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